這個投影片放在 Slideshare 上面 主題是用十分鐘瞭解我的程式設計課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之前都是用 JavaScript 但是這學期開始我們會加入 C 加入 C 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是因為後面課程有很大的相關性需要用到 C 那同樣的後面課程也會有很大的相關性用到 JavaScript 所以我們兩個都會用 你們這一屆是我回來教大一程式設計的第一屆 上次我教的時候是八年前 那時候我們是用 Java 那這次我們改用 Java Street 那為什麼會有改變? 其實城市的領域八年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時間 相當於大概真實世界的一百年吧 那所以它的改變很大 八年整個城市設計領域就改曹換代 你現在所學到的城市語言 你畢業的時候還會不會存在?不一定 你現在所使用的工具 你畢業的時候通常已經不能用了 你現在所使用的韓式庫 你畢業的時候往往已經不存在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你很早就把一些業界工作所需要用的東西先學了 不見得未來你就可以用那個東西 但是有幫助 覺得有幫助 因為你學的是一個抽象的能力的話是有幫助 如果你學的就只是那個東西 你只會操作那個東西的話 那幫助就不大 所以最後學會自己去學 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當你學會自己學一個東西 學會自己進一步再去學其他的城市語言 學其他的工具的時候 你這個能力就一輩子都有用 但是如果你只是學會了這一套工具 那恐怕用途很有限 所以八年前我們用Java在教 那這次我們用JavaScript 那這學期會再加入C語言 那也就是我們會用JavaScript和C來搭配 但是我們先從JavaScript開始 為什麼? 因為JavaScript比較容易入手 但是前提是你要找到一條對的路 否則的話JavaScript會是很難入手的一個語言 所謂的對的路 因為JavaScript它很怪 你必須要把這個怪的部分先排除掉 上學期我們盡量都幫各位排除掉很怪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有努力去看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 為什麼有那麼多東西我沒有看過的 如果你沒有發現代表你不夠努力去看 有那麼多東西你沒有看過的 那些東西很多都是JavaScript奇怪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JavaScript加C呢? 那這是我比較貪心 我教東西往往有點貪心 所以我希望教的涵蓋領域越廣越好 然後應用面越多越好 那所以呢我會選擇這種組合 那這樣子的話幾乎可以把各位四年的課程幾乎大部分都還蓋掉 那還是有一些會沒有涵蓋 譬如說其他老師有可能會用C-sharp 有可能會用Java 也有可能會用其他語言 但是JavaScript和C兩個組合可以涵蓋到幾乎最多的課程 而且最多的各個領域的技術 OK 所以我們是以實用性做考量的 我們其實不是以簡易性做考量 因為如果我們以簡易性做考量的話 不會是這樣選擇的 那我們可以同時涵蓋哪些領域呢? 系統層 這個各位二年級會修到系統層次 之後會修到嵌入式系統之類的 你就會知道 應用層 那JavaScript就是屬於一個應用層的語言 它特別專長的就是涵蓋到網路 網站 網路型手機應用 網站型手機應用 這些東西 所以這種組合其實也有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兩個語言都有點怪 它有很多語法陷阱 譬如說上學期你一定體會到 我常常需要用三個等號 而不是兩個等號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因為避免出bug 避免出錯 那還有很多很多JavaScript語言的陷阱 那這部分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你很容易到時候會犯錯 C語言有同樣的問題 C語言也是很容易踏入陷阱 然後導致bug的一個語言 所以這兩個語言其實都有這個缺點 所以它不是最適合初學者 那最適合初學者的語言 其實大家大概都知道是拍神 OK 所有的小學生學程式的時候 如果有人帶領的話 通常第一個語言會建議用拍神 小學生學程式 當然在拍神之前 可能他們還會用一個工具 就是我之前給各位做的那個codeorg 或者是scratch 那種連程式都不用擋 只要拉一拉就好的那種 那種寫程式方式 但是這一關過了之後 通常就會學拍神 那但是我們這門課沒有用拍神 雖然它的語言其實設計的比較容易學 而且而且簡潔度都很高 但是在比如說web上面 它就不如JavaScript那樣 可以用一種語言 處理掉前端後端的事情 它必須要後端用python 前端還是用JavaScript 那這裡就是我們為什麼用JavaScript的一個原因 那所以因為c和JavaScript都有很多語法陷阱 所以你必須要很小心 否則的話呢 你很容易誤處陷阱 那誤處陷阱會怎樣 誤處陷阱其實不會怎樣 電腦其實這個領域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其他領域你是不能亂碰 你隨便亂碰的話會出人命 什麼領域 我們樓上和樓下的領域幾乎都是這樣 亂碰會出人命 知道嗎 樓上是什麼系 食品嘛 樓下是什麼系 電子 那個亂碰都會出人命的 食品系去年 我們剛搬到這棟大樓來的第一年 一開學第一天就爆炸了 兩個同學滿臉都是血 衝出來我們趕快叫救護車送醫院 後來那兩個同學不知道還有沒有回來上課 因為他們在做生物實驗的時候 有一些流程可能沒有注意到 全部的玻璃都插到臉上 整個燒杯爆炸 所以我們這個領域你碰到陷阱的時候 只會心理受創 身體不太會受創 身體會受創除非你自己去撞牆或幹嘛 那會身體受創 但是心理受創有時候也蠻嚴重 那樓下呢 樓下其實我們系上也有 也不是完全不會 所以你上那個正德老師的課的時候 千萬要小心一點點 不要上課的時候隨便亂用 那那個要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去用 否則你去接那個想說 Arduino應該很簡單 之類的 電子電路應該很簡單 然後呢 就把電容插上去 加壓 還是反過來加 那就爆了 那雖然電容上後面都會刻一個十字 讓它的爆炸力減低一點 那是為了爆炸力減低 我本來為什麼要刻那個十字 但是它爆炸起來還是很可能會傷到人 OK 所以那個實驗 電子實驗的事情 你們一旦進入了那個教室要做實驗 請你一定要小心 我們不想重蹈那個食品系的那個 那個事件 那個非常危險的事件 所以我們採用了JavaScript和C 其實有好處 但是也有壞處 但是你失去了什麼 你會另外一邊得到什麼 那程式語言沒有最好 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優缺點 那而且最重要的往往不是語言本身 其實語言都差不多 當然有一些很奇怪的語言差很多 但是我們所選擇的語言大部分都差不多 我剛剛所講過的那些語言幾乎都長得差不多 那比較差很多的語言像什麼 像 Prologue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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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語言都是很奇怪的語言 長得跟你現在學的語言差很多 所以你即使學會了這個語言 你要去學那種奇怪的語言 你得花很大的力氣 那是完全不同的邏輯思維 但是如果你學會了JavaScript 你要學C 要學Python 要學Ruby 要學C-sharp 要學Java 都會是很容易的 OK 但是你要學Prologue Lisp 就會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是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 好 那 這些差不多的語言呢 它 有一個關鍵性的影響就是 重要的往往不是語言本身 而是使用語言的那些人 所形成的社群 所以你學了JavaScript 其實代表你加入了JavaScript這個社群 如果你還不知道JavaScript的社群在哪裡 那就代表你的JavaScript還沒有學好 OK Github上面滿滿都是JavaScript的專案 NPM 有沒有用過 還沒對不對 你用NPM去install一個套件的時候 那個套件到底是放在哪裡 Node.js到底是放在哪裡 文件到底放在哪裡 你要怎麼樣去找出這些資源 這些都是你學JavaScript的時候要會的東西 你要怎麼寫模組給別人用 你要怎麼發布一個套件 再給別人可以去做安裝 那這些都是JavaScript所需要 Node.js所需要的 但是我們還沒有講 OK 好 那這些人所形成的社群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因為你不是獨立作戰 你是跟大家一起 在這個社群領域裡面做貢獻 然後拿你要的東西 這叫什麼 開放原始碼 OK 開放原始碼的領域裡面 你可以取得別人的城市 偶爾你可能也會 共建出你的城市給別人去取用 OK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寫城市的一個 整體的比較偏社會架構的東西 那JavaScript和C兩個社群都有龐大的工具 龐大的工具和龐大的社群 應用非常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語言的發明背景 各位知道C語言是什麼時候發明的 1970年 很早 幾年前 56年前 46還56 46年前 46年前 有兩個人 Dennis Rich 跟Ken Thompson Dennis Rich 前一陣子死掉了 Ken Thompson 還活著現在在Google的X Lab工作 他們那個購語言 Google最新的購語言 GO Ken Thompson 就是一個 算是榮譽指導員的身份 在參與這個購語言的開發 那他們兩個人在1970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還很年輕 現在已經都是80幾歲了 那他們在開發Unix作業系統的時候設計出來 有知道Unix作業系統這個名字嗎? 各位不知道Unix應該也知道Linux 但是Linux跟Unix是什麼關係? 基本上 Unix延伸出很多現代的作業系統 那當初Linux設計的時候 他就是為了要在個人電腦PC上面 打造一個像Unix一樣的作業系統 所以他設計的基本上都是遵照Unix的那些指令 介面 API之類的方式在設計 所以最後設計出來 基本上跟Unix都是相容的 而且 Unix後來有規定了一個叫Posys的介面 那這個Posys介面就是所有Unix相容的平台 通常現在都需要遵循的介面 各位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這台iMac 它的底下作業系統叫什麼? 各位知道嗎? 它底下的作業系統叫FreeBSD 也是Open Source的 但是FreeBSD跟Linux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就是 他們是兄弟 那爸爸是誰? Unix 這樣懂嗎? 他們是兄弟 爸爸是Unix 他們兩個都跟Unix的API按介面 那些都相容 他們通通都遵循Posys標準 所以你學會了Mac 你就比較容易入手Linux 同樣你學會了Linux 你也很容易入手Mac 但是你學會了Windows 並不那麼容易入手其他兩個 因為Windows不是跟Unix相容的 也不遵守Posys標準 它是微軟開發的 OK 好 那因為C元當初是設計用來開發作業系統 所以它對硬體的控制能力很強 效果很好 後來C元就跟Unix一起起來 所以這兩個人 KNR兩個人 其實他們後來一起得了圖靈獎 圖靈獎就是資訊領域的諾貝爾獎 資訊領域沒有諾貝爾獎 但是有圖靈獎 OK 那圖靈是誰呢 各位應該知道 如果上學期有去看那個模仿遊戲的 這部電影的同學應該就知道 圖靈 那圖靈獎在1966年第一次頒獎 所以一直到現在呢 已經大概有五六十位的人得獎 OK 每年不一定一個 有時候兩個 有時候三個 那 KNR因為這個而得了圖靈獎 那圖靈獎通常是頒給對理論比較有貢獻的 所以當初頒給KNR的時候其實有點爭議 那他們兩個所做出來的Unix和C呢 其實是對食物比較有貢獻 對理論並沒有理論上說特別的貢獻這樣子 所以當時有爭議 但是後來其實圖靈獎開始我發現慢慢有點改變 因為他後來其實會把那些食物貢獻的人納禁 所以 思議員到底用來開發什麼 我們上學期看到很多東西我都可以用JavaSuite寫出來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 JavaSuite的引擎是用什麼寫出來的 像Node.js是用什麼寫出來的 Node.js裡面一個核心叫做V8 是JavaSuite的 立即編譯引擎 它是用什麼寫出來的 它是用C語言寫出來 C語言打造了幾乎你現在所看到所有電腦的最底層平台 當然真正的最底層是組合語言 可是大家會盡量不要寫組合語言 為什麼 因為組合語言超難寫超難維護 所以一旦C語言出來之後 只要能夠不用組合語言的地方 就盡量不要用組合語言 所以Linux裡面的層次碼 有超過90%的C語言 還有不到10%的組合語言 而且越少越好 這樣子它才容易維護 譬如說我今天為X86寫了Linux 接下來手機上面的CPU叫做Arm 它不是X86系列的 那我還得為它寫一版本 那如果我都用組合語言的話 我不是寫死了 每一個平台都要寫一個版本 那如果我用C語言的話 我就只要把組合語言的部分改掉 然後一些跟平台有關的設定改掉 其他的部分就不用動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所寫的程式 更具有移植性 我們現在所寫的這些程式 絕大部分你根本就 完全不用考慮組合語言的事情 就可以在任何一個 支援C語言的平台上跑 因為我們都還沒有存取到硬體 當我們存取到硬體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始碰到移植性的問題 那你所看到的其他所有語言 像Java、C Sharp、Python、Ruby、JavaScript 這些語言的開發工具和執行環境 幾乎也都是用C語言寫出來 但是C語言有個缺點 你知道1970年的時候 程式語言還沒有發明出 物件導向這個觀念 所以C語言裡面沒有物件導向 那各位會覺得好像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現在物件導向是很重要 雖然我們在JavaScript裡面 用物件導向跟沒有用物件導向 好像差異沒有很大 而且很天然的 它就可以用物件導向 而且它還是可以用圓形這樣一直串過去 可是對於其他語言來講 不見得這麼容易 像C語言就完全沒有 所以後來才會衍生出C++ 為什麼叫++ 就是把C改良了 所以C++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 C Sharp跟C的關係是什麼 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這個 C Sharp有沒有 C Sharp 它跟C的關係是什麼 C Sharp是微軟發明的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C Sharp這個字上面有幾個加 所以我猜測 微軟當初以這個名字做命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C++++ 太長了 所以他就改用Shop 這是猜測 不一定做 OK 那另外 如果你寫Mac的程式 或蘋果的手機程式 iPhone iPad 你就會發現 他們之前是用一個叫做 Objective-C的程式語言 但是去年還是前年 他開始推出了一個叫SWIFT的語言 那Objective-C就有點像C++的這種感覺 那SWIFT就有點像JavaScript的這種感覺 兩個層次 一個是應用層 一個是系統層 不太一樣 那這兩個都是C元的物件導向版本 那後來 有很多軟體開始改用C和C++的搭配來開發 那也有很多軟體開始逐漸就是 就是用C++為主 那其中像這學期我們會開始使用的一個編譯器叫做GCC OK 你寫JavaScript的時候不用編譯 你直接打Node然後就會跑 你寫C的時候必須要先編譯 你先必須要用GCC把你的程式轉換成執行檔 再執行那個執行檔它才會跑 所以這種編譯式的語言它有一個好處 速度快 編譯式的語言通常速度比較快 那JavaScript不用編譯 所以通常它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那GCC是用C寫的 它是幾乎是寫C元的人都需要會 那後來你知道蘋果這家公司 它在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Objective-C是蘋果公司的物件導向C版本 其實不是他們自己設計的 是有人設計出來 後來蘋果公司就採用了這一個語言 那可是後來幾乎就只有蘋果在用 別人都沒有在用 那可是只有蘋果在用的結果 它的編譯器從哪來 它要依靠GCC的開發單位 一個叫GNU的組織 那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組織 然後蘋果要依靠它來維護 Objective-C的編譯器 然後開放原始碼的單位 對這種商業公司其實不是很友善 所以每次賈博士就在那邊等 你編譯器什麼時候要給我 應該不是賈博士 是他們底下的工程師 你編譯器什麼時候要給我 那每次GNU就把他 Objective-C排在C++的後面 還在C++ Java的後面的後面 那蘋果公司就很火大 你每次都不給我 導致我市場損失 你要誰要負責 反正我又不領你薪水 我要負什麼責 我是開放原始碼組織 我不領錢的 最大對不對 你只要有領錢的話 你就要幫人家做事 而且會有時程壓力 會有什麼 我不領錢 你能拿我怎麼樣 對不對 這是開放原始碼最厲害的地方 好 那不領錢的 於是蘋果沒有他的辦法 後來蘋果看到有一個學生 他那時候唸碩士來博士 然後他在做C語言的編譯器 他的編譯器叫做LLVM 其實他一開始只在做中間層而已 所以才會叫VM VM就是虛擬機 Virtual Machine OK 那他從中間層開始開發 然後蘋果發現有搞頭 他開始資助這一個人 然後讓他成立一個專案 開始開發一個可以跟GCC 批敵的編譯器 結果他成功了 然後LVM現在變得很強 OK 就在蘋果的資助底下 他變得很強 那蘋果也都採用他的方案 OK 那所以他是用C++為主的 所以他基本上天生就有物件導向的特性 所以他的模組化都寫得比較好 因為C元沒有物件導向特性 他想引入物件導向概念的時候 層次會變得有點凌亂 那用LVM他天生就是C++ 所以他可以寫得更好一點 而且GCC已經是從1970年就開始在做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有很長的歷史包袱 LVM就沒有這個問題 OK 各位不要小看軟體的複雜度 軟體可能是從人類歷史以來最難駕馭的一個東西 所以之前曾經美國國防部甚至IBM 曾經投入過類似天文數字的經費在這裡面 想要讓他的軟體更成功更快上市 結果很多都失敗 看那些小小的林與一位員 其實他很難駕馭 他很可能比登陸月球還要困難 雖然登陸月球裡面也有一些程式 但是他跟那個大型規模的專案軟體比起來 其實不見得就一定比較困難 那嵌入式的Arduino其實他也只是把C++ 包裝一層之後再給各位用 未來各位很可能會用到Arduino 比如說在單晶片在嵌入式系統之類的課程 或者是機器人那些課程裡面可能會用到Arduino 但是傳統上都是用8051這種單晶片 可是後來最近幾年 Arduino Arduino興起之後透過社群的力量 他已經開始有點取代掉8051了 所以他會比較容易比較簡單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念大學居然還在學Arduino正式不長進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不排斥這種東西 他其實還蠻好用的 反而8051我覺得門檻很高 因為他也沒有社群可以支援 因為他也沒有社群可以支援 很少社群可以支援8051 那C語言是靜態變異式的 所以他可以轉換成CPU的原始機器 也就是說他執行的時候 不用再透過其他的什麼軟體 他就直接在CPU上面就可以執行了 所以他的執行速度很快 其實執行速度很快的 只要是靜態變異式的語言 通常執行速度都快 但C語言還特別快 這是他的一個特色 那他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他特有的指標 可以直接透過記憶體映射的方式 直接控制硬體 這一點其實是他最成功最成功的一個地方 但是也是他最失敗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指標很難學 很多人C語言 你可以去問一下你們二年級的同學 他們是學C語言出來 一年級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就是學學學學到 乙符、回圈、函數 都沒有問題 學到指標的時候就怪 然後從此就很挫折 然後C語言可能 後面就沒辦法再繼續學下去 OK 所以我們正學期講C語言的時候 我還是會前面這些會帶 但是到指標的時候 請你特別小心 那個概念JavaScript完全沒有 而且那個就是C語言最強大 但是也最難學的地方 OK 所以你學到指標你會發現 我看不懂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問 假裝我已經懂 跳過去 那個你就死定 好 好 那 因為C語言是K&R為了寫UNES 而設計出來的 所以它在系統層非常非常的強大 它基本上就是專為作業系統而設計的語言 所以它是一種作業系統語言 作業系統是什麼 就是用來控制硬體 然後提供你一些函數讓你呼叫的東西 那現在的作業系統都更強大 它不只控制硬體還提供函數 它還具有多工的能力 什麼叫多工 就是一次執行很多個程式 其中一個程式當掉了沒關係 我其他程式還可以跑 OK 這個叫多工 多工要怎麼做 這個 在作業系統的課 應該會講到 不過真正的實作 我系統程式會再告訴各位 那介紹完C語言之後 我們再轉回來JavaScript JavaScript出現在1995年 那一年剛好是我在當兵的那一年 我當兵之前 這個世界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網路 那我1995年底退伍 然後96年開始出來工作 那時候發現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在用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那 你會發現 整個世界跟你當兵之前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那個 是很恐怖 OK 各位很可能還是會碰到 類似這樣的情況 有可能 因為這個影域變得很快很快 那時候網路瀏覽器大爆發 所以 Yahoo是1994年成立的 番薯騰好像也是在1994到1995年之間成立的 番薯騰是全台灣第一個 Yahoo是全世界第一個入口網站 OK 然後呢 他為什麼在1995年這個時段大爆發 因為 在1990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Tim Bernard Lee 他開發出了Web的基礎架構 這個故事我們來看一下 全世界1995年都在聯網 都叫World Wide Web 想要連這個網路 這個各位應該知道是什麼 我們現在打那個 triple.w.nqu.edu.tw 這叫World Wide Web 為什麼用 www 就是這樣 大家都想要連這個網路 但是要用什麼工具連上去 要用一個叫做瀏覽器的東西連上去 你所使用的瀏覽器是什麼 我們通常用Chrome Mac上面有Safari 然後呢 Windows上面有IE 現在很少人用IE 有Firefast 這些都是瀏覽器 Web的出現主要歸功於兩組人馬 第一組人馬是Web的發明人 叫Tim Berners-Lee 提姆伯納里 這個人 是很重要的Web之父 再來另外一個重要的人 不是人 是一家公司 瀏覽器廠商 叫Netscape 這兩組人 把Web整個建構完成之後 讓它大爆發 這位就是Tim Berners-Lee 他當時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然後他跟CRN 這個是歐洲的同步物理中心 那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古之 各位知道現在在做那個 你知道現在他們在做物理的那個什麼 要撞出垮克啊 然後要弄出一個小黑洞啊之類的那種東西啊 用那個超級超級的同步加速器 那個加速器 聽說半徑可能有一個金門這麼大這樣子 一直去回旋回旋 弄到最高速的時候去撞那個例子 然後才會有辦法觀察到那些現象 這是整個歐洲和美國的力量聯合起來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東西啊 那他就在那邊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不是做那個 他是寫程式讓這些物理學家們 因為那個單位很大嘛 那你要讓物理學家們可以用網路 互相之間很容易的互相 我把資料給你看 你把資料給我看啊 然後大家都可以連來連去連來連去啊 那這是為什麼他在那邊做這件事的理由 其實他在80年代後期就一直想做這件事情 一直到CRN進去之後 他就開始積極的做這件事情 那他在1990年的時候他釋出了一個東西 一組東西喔 這組東西是基於URL 所謂URL就是他的網址 triplew.nqu.edu.tw 這就是網址 那另外一個是hyperlink 超連結 超連結是什麼 就是瀏覽器上面你看到藍色的可以點下去 然後他會跑到那邊的那個叫超連結 對不對 我們上學期都用過嘛 還請各位寫過對不對 那再來是http http是什麼 因為你都要打http2點斜線斜線 對不對 什麼東西那個用http 哇天啊 我以為我15分鐘可以講完這個投影片 現在居然已經講了一節課還沒講完 好 我太慢了 好 好 OK 所以呢 這三個東西構成了整個web的基礎 好 那 我們學javascript一定要知道這個關係 否則的話 你往底層下去你就沒辦法 web的底層其實還算是很高層的東西 就會 就沒辦法 好 那我記得我上學期其實 有一堂課 我跳到直接去講怎麼樣子 用node.js寫webserver 各位還有印象嗎 那一堂課有像那個 洪晨峰 還有其他幾個大二的同學 大三的同學我跑來聽 我怎麼樣子用node.js寫webserver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難 但是你要接收一個網址訊息 把它拆出來之後 取得對應的檔案 再把它丟回去 然後你就 我們不是有寫了那個 把幾個網頁放上去嗎 然後它可以正確的回傳 讓你在另外一台打這個網址的時候可以看到 有沒有 那個就是webserver 那Tim Berners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是建構出這三個東西之後 他寫了第一個webserver 寫了全世界第一個webserver 然後他還寫了一個全世界第一個非常陽春的瀏覽器 讓他可以連進到他的webserver 然後取得資料 可是問題是他的瀏覽器非常非常的陽春 不能顯示圖片 只有文字超連結 只有文字超連結 沒了 OK 所以Tim Berners Lee 後來被尊稱為webserver 那他的故事其實 有一本書 我之前有買 後來不知道丟哪裡去了 寫得非常詳細 有1001網 你去博克萊之類的 你都還可以找到 那他的英文名字叫web in the web 支出一個網 OK 支出一個網 這本書就是在講他怎麼發明web的過程 還有想法 OK 這本書其實我覺得很棒 不過我那本書丟了真的很可惜 搞不好得再買一本 那Tim Berners Lee 他沒有把瀏覽器做得很好 伺服器也不夠強大 後來 Apache這個組織做出了很好的伺服器 所以你現在要 如果要架webserver的話 很多人第一個選擇會是用Apache 但現在選擇很多了 你可以用Node.js自己寫一點程式 你也可以用 像那個最近有一個 也很強的 我突然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比Apache更快 對 那 美國 超級電腦中心 叫NCSL 裡面有一個 人 他叫做 Mark Anderson 馬克安德森 那和 這個 艾里克比娜 這個人後來比較少聽過 那馬克安德森他們呢 開發出了很好的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叫做Mosaic Mosaic是什麼 馬賽克 馬賽克 有聽說嗎 馬賽克有沒有 那個 馬賽克其實是那個 有格子的那種玻璃嘛 你拿來看東西看不清楚 就馬賽克 對不對 他們開出來的 開發出來的瀏覽器就叫做馬賽克 馬賽克 那 馬賽克實在太紅了 所以 馬克安德森後來乾脆出來 成立了Nescape瀏覽器公司 他一成立不得了 你知道 那時候 大家都想要說 拜託 拜託 讓我買一張Nescape就好 你買到一張Nescape就代表說他可能會是漲十倍百倍 所以大家都瘋狂的要買 然後一開始其實不見得很多人投資 可是被 被 越來越多人投資之後 這個 Nescape瀏覽器公司簡直就是瘋掉了 那 很多人就開始預測 因為那時候 微軟的視窗 Windows 3.1早就出來 已經到了快Windows 95的時代 那 他 微軟那時候 那時候蘋果還沒 蘋果很慘 那時候蘋果幾乎快倒 然後呢 其他的公司 Google都還沒起來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是微軟獨大 然後呢 Nescape出來之後 華爾街都在預測 說 微軟這下死定 他的Windows會被瀏覽器打掛 你現在去想 Windows跟瀏覽器好像是兩個不太相同的東西 但是 那時候大家會這樣子覺得 因為未來不需要Windows 我們只需要瀏覽器就可以 那 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的發生 雖然有雲端這個概念慢慢的一直在演進 但是 很多 很多 Windows上面的東西 你還是沒有辦法放到瀏覽器上面 OK 那 微軟後來為了反制Nescape 他 反正錢多 簡單 全世界做瀏覽器的不是只有你一家 我找另外一家 我把它買下來 他就買了Internet Explorer 這一個公司和軟體 然後 買了之後 那時候 Bill Gates還是微軟的執行長 董事長間執行長間 對 反正 微軟就是他 一個人了 對不對 那 他 他 他 那時候就下令 說 Nescape 想要打掛我們是嗎 好 那我買下 Explorer之後 就買下IE之後 決定 免費 出貨 而且 最新的Windows 全部都內建IE 直接出貨 那 這下 Nescape 就 緊張了 對不對 天啊 你Windows內建 而且那時候沒有Android 沒有IOS 沒有Mac 有Mac 但是沒有人用 那 那 你這樣子做的話 我不是死定了嗎 那 所以 Nescape 就 就掙扎 他做垂死掙扎 他想要說 OK我至少要比IE強一點 那我可以什麼比他強呢 OK 那我們在瀏覽器裡面加入一個程式語言 讓這個程式語言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那這個簡單的事情是什麼呢 比如說 功能表 你有沒有看過現在的瀏覽器很多 比如說你把網頁移到某個東西上面 它會浮現一個東西出來 或之類的 那種東西叫功能表 或浮現式式窗之類的 那種東西呢 當時的網頁做不到 但是如果加入一個程式語言之後 可以玩的東西就很多 這種東西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做到 我上學期有示範 我們在開始進入前端 然後講JavaScript的時候 就有給功能表的範例 我移上去 它那個黑色的功能表會出現 移走之後它又會消失 這就是JavaScript當時最大的用途 那他加入了這個 當時網頁沒辦法做到的功能 他本來想說 發明了這個東西 他把這個語言叫做LiveSquid 可是呢 他想說微軟都要 都這樣搞 我自己一個人沒辦法對抗 他就去拉攏他的夥伴 那個那時候做工作站的生養 上這家公司 那上這家公司是自己做自己的CPU 然後自己做自己的程式語言 反正他什麼都有 但是呢 他就不是PC 但是世界往PC走的趨勢 越來越明顯 所以他就跟生養聯盟 然後生養那時候在推Java 他想說OK 我推一個東西可以在 瀏覽器裡面 然後做出很強大的功能 可以畫動畫 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那 所以呢 生養在推Java 那 Netscape為了要跟生養一起聯合 所以 他就把這個語言 命名叫JavaScript 但是你說他完全沒有關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關 因為JavaScript其實有 有做了一些跟Java相容的事情 就是讓語法看起來跟Java 有點像 所以呢 那 JavaScript是這樣來的 那 當時的微軟非常強大 他壟斷了整個電腦工業 那Windows內建的IE呢 後來成功的打敗Netscape 讓Netscape整個公司垮掉 完全沒有辦法繼續維持 沒有辦法發薪水給他的員工之類的 他不得已 他必須要賣給別人 後來 有一家公司叫AOL 就是美國線上 美國線上是 全美國最大的 應該算是那種 有線電視公司之類的 然後 Netscape就賣給他了 之後美國線上買了這個東西 也是經營不起來 還是垃圾一筆 所以 就乾脆把他捐出來 給開放員司馬的人去玩 他把所有的原始馬 通通捐出來 給開放原始馬的人去玩 開放原始馬的人 就成立了一個叫做Mozilla的組織 那這個Mozilla 其實現在你還可以看 找得到Mozilla這個組織 Mozilla基金會 Mozilla推出的瀏覽器 後來 本來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Mozilla 一個叫Firefox Mozilla比較複雜 Firefox比較簡單 後來太複雜的無法維護 而且大家不想用 所以Firefox活下來 就是現在的火狐 如果你用Lanex 預設的瀏覽器就是火狐 那這些原因是這樣 那雖然Netscape輸了 可是JavaSuite沒死 而且不但沒死 它還成了瀏覽器裡面 唯一可以使用的語言 為什麼 因為當時其實 微軟的IE 搞手段 搞什麼手段 你JavaSuite是嗎 好啊 沒關係啊 你弄個Suite我也可以啊 他就弄個VBSuite 放在瀏覽器裡面 後來發現VBSuite沒人用 但是他做VBSuite的時候 他就想到這件事情 可能沒人會用 他說沒關係啊 那我可以推出一個版本 叫做JSuite 跟你JavaSuite很相容 但是有點不太一樣 反正就是搞政治手段 那最後JSuite也沒人用 所以JavaSuite還是活下來了 變成瀏覽器裡面唯一的語言 現在你還聽過VBSuite在瀏覽器裡面可以用嗎 或JSuite在瀏覽器裡面可以用嗎 那不行啊 只有JavaSuite可以用 這是為什麼 他後來又起死回生 好 那到了 這個JavaSuite後來呢 為了標準化 因為Netscape都掛掉了啊 那為了標準化 為了讓大家 各家瀏覽器都有一個依循的標準 所以呢 他們就乾脆成立了一個組織 叫做ECMA ECMA 那這個ECMA的E是Europe 歐洲 那是歐洲的一個組織叫ECMA 那ECMA這個組織呢 他就開始制定JavaSuite的標準 讓各家瀏覽器實作的時候都要支援這個標準 才不會說你的城市在我這邊不能跑 我的城市在另外一個瀏覽器又不能跑 OK 當時其實有這種狀況非常嚴重 很多城市 特別是IE 什麼都不能跑 然後 這也是IE為什麼會死掉的原因 什麼都不能跑 我要你這個瀏覽器幹嘛 那沒辦法 所以 後來ECMA開始制定標準 但是他制定了第一版第二版 大概1990年 制定了第二版之後 幾乎就沒有太大的進展 因為他在第三版第四版 第四版的時候尤其是死掉 第四版的時候呢 因為政治因素的爭議 所以到最後根本就沒有辦法推出 就死掉了 後來一直到最近是出了ES6 我們上學期其實有稍微提到 ECMASquid 6.0 6.0版加了很多功能 那這都是ECMA這個組織去做的 那可是呢 那 在2008年的時候 Google推出了一個很快速的JavaSquid的引擎 叫V8 那後來有一個人 這個人其實 你如果看過他的演講 你會發現 這個人 應該是 一個 怎麼講 類似自閉陣型的天才人物 他講話幾乎都講得很糟 但是 他所提出來的東西很棒 OK 那這個人呢 他開發出了Node.js 然後 接下來 就又交由開放原Smart社群的人去維護 這個人後來好像被 去了Google演講一次 後來好像被挖到Google去 來之類的 後來就沒有他的消息 那JavaSquid就開始進入Server和應用領域 讓這個原本在瀏覽器上面使用的語言 開始進入文藝復興時期 你看 從1995年到2009年 已經都過了14年了 OK 這個語言才開始又回來 從瀏覽器開始擴散到別的領域 這是很長 對程式語言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就出現了更多的JavaSquid的應用 其中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東西叫做Phone Gap 但是Phone Gap 其實是Adobe 應該本來是一家Phone Gap公司 後來被Adobe並購買走 Adobe想藉著Phone Gap翻身 為什麼? 因為他的Flash被JavaSquid快打掛了 Flash快掛了 OK 那所以呢 Adobe就決定說 我把Phone Gap的原始碼捐出來 給開放原始碼的人去維護 我只要負責雲端的服務就好 那他就捐出來 於是就成立了一個Codoba的專案 你看 結果 最近我在用這個的時候我發現 同樣的事情又出現了 Codoba開始不甩Adobe 反正我是開放原始碼 我又不領錢 你只是要用我的軟體而已 Codoba開始不甩它 開始改一些原本的配置架構 什麼都改掉了 導致它跟Phone Gap開始不相了 所以你現在要用什麼? Codoba是一個可能的方案 但如果你同時都要用兩個 你可能只能選定一個 如果兩個要同時用的話 你會導致一些麻煩 我自己本身是會去使用Codoba 但是各位如果你上到三年級或之類的課的時候 李希傑老師他是專門用iMac的 然後他有一門課叫做iOS程式設計 他以前都是用Adjective-C 後來換了SWIFT之後 我想他可能也累了 不想再換語言 然後他就決定改用Phone Gap來教 所以如果你去修那個iOS程式設計 其實就是iPad iPhone的程式設計的時候 你還會碰到JavaScript 你還會用JavaScript來寫 而且寫的版本還是網頁 還是用CSS OK完全是同一套技術 只不過會多加了一些函數 這些函數做什麼? 這些函數就是用來 比如說手機不是有電話簿嗎? 它不是可以打電話嗎? 不是還可以呼叫APP嗎? 這些功能 全部在Codoba裡面的韓式庫有支援 所以你只要用JavaScript去呼叫他就可以用 那這有什麼好處? 好處很大 你知道現在的世界變得很複雜 因為有蘋果 有微軟 又有Google Google有Android 蘋果有iOS和Mac 微軟有PC 有Smartphone之類的 每個人都不想跟別人合 所以你要開發蘋果的程式 iOS的程式 你要用Swift或Objective-C 你要開發微軟的程式 你要用C Sharp或VP 你要開發Android的程式 你要用Java 那我如果想開發一個APP在三個平台上面都可以使用 那怎麼辦? 你就要分三組 一個去寫Java 一個去寫SWIFT 一個去寫C Sharp 那個類似 所以呢 才會有PhoneGap出現 通通都不用學 只要學教導就好 當然也不是只有PhoneGap有這種專案 這種方案 也不是只有JavaScript有這種方案 但是各種語言都試圖在跨這個平台 但是PhoneGap大概是這方面最成功的 因為所有的平台裡面都有瀏覽器 我只要建構在瀏覽器的基礎上面 就可以讓你寫它的應用程式 這是為什麼這個Solution會比較值得注目的原因 另外如果你對寫遊戲程式很有興趣 就是寫3D遊戲 或者是打英雄聯盟 魔獸之類的 那些東西你對那個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工具叫做Unity 或者是叫Unity 3D 其實Unity現在有支援2D的方案 Unity 2D和3D 它可以讓你用來寫電碼和手機的遊戲 而且它支援兩種語言 一種是C Sharp C Sharp是它的主力語言 第二種是JavaScript 但是它的JavaScript有點變形 有一點點變形 有時候要加上形態 那這個 Unity 你寫完之後 同樣的你的遊戲 可以發布在所有手機和電腦平台 通通都可以用 所以Unity其實在這幾年 竄紅得很快 那快到什麼程度呢 本來全世界的遊戲引擎霸主叫做Unreal 德國公司 後來因為Unity 它同時支援這麼多平台 而且還提供免費下載版本 就把Unreal給打過來 後來Unreal一直撐到去年來說 我也要出免費的 免費的專案給大家用 他真的出了一半 但是為時可能已晚 大家已經都被Unity吸收了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寫視窗程式 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Qt裡面的QML QML其實 Qt是用C++寫 但是QML不是C++ 它是JavaScript OK 你可以用QML 也就是JavaScript來寫視窗程式 當然它有自己的函視庫 那微軟最近 我上次去搜尋 搜尋FoneGap Kotova之類的 結果所有的教材 影片都是微軟做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是Adobe的東西 微軟怎麼這麼好心幫它推廣 然後 我後來發現 對 這就是微軟的陰謀啦 因為 微軟一直打不過Google和Apple 最近都處於弱勢一直愛打 但是他最近的新一任CEO 印度級的CEO 超強我覺得 他把微軟整個又復興回來了 之前那個巴默 就是比爾蓋茲的共同創辦人巴默 其實感覺並沒有把整個微軟帶起來 但是新的這個微軟是有把整個都帶起來 帶起來之後微軟大復興 所以我們所使用的那個Visual Studio Code 那個編輯器就是微軟示出來的 那個編輯器怎麼示出來 他去改開放原始碼弄出來 從前微軟從來不玩開放原始碼 他都是我的原始碼就是原始碼 你就是用我的就對了 他從來不搞開放原始碼 最近這個CEO政策大轉變 他在微軟裡面 弄了很多人去做開放原始碼 所以整個感覺有復興的趨勢 那他看到一點 看到什麼點呢 他看到說JavaScript有個弱點 什麼弱點 他要寫大型程式的時候 軟體工程 專案管理 軟體品質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JavaScript是一個沒有形態的語言 應該說弱形態語言或者是無形態語言 他不像C、C++、C sharp是強形態語言 強形態語言在軟體工程上面有很大的好處 但是弱形態語言會有軟體管理的問題 但是不只這樣 因為JavaScript我們剛剛講過 它的開發過程和原因 它是一個很容易產生bug的語言 很亂的語言 所以對軟體工程特別不利 那微軟看到這個 他決定 幫JavaScript加上每一個變數都有形態宣告 這樣子就讓JavaScript改變成叫TypeScript 它變成一個強形態的JavaScript 那現在已經有不少專案開始決定要採用TypeScript 因為他們在開發大型專案的時候 如果用JavaScript很容易失控 我自己寫的程式只有幾百行不會失控的 但是當你的JavaScript有幾百萬行的時候 你一定會失控 所以他們推出這個是有道理 微軟真的有打到它的核心 那 所以JavaScript開始入侵到其他應用領域 各位應該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介紹完思議員和JavaScript的特色和歷史 接著我們回到主題看看 我們程式設計為什麼採用這一個組合 因為採用這個組合我們可以得到最大的應用涵蓋度 這是我的想法 首先在大一上的時候 我們必先使用JavaScript入手 去掉奇怪的語法 避開陷阱 JavaScript就不會太難入手 各位一直學到現在為止 我有告訴各位什麼叫closure嗎 什麼叫避包嗎 我有告訴各位JavaScript怎麼寫模組嗎 那模組的前後需要寫一堆非常奇怪的語法 那是什麼意思嗎 那些我通通都避開了 所以如果你在自己讀的時候你發現有這些 你千萬不要覺得驚訝 我故意不告訴各位 避免各位混淆 OK 但是還有很多 JavaScript是一個非常雜的語言 所以我刻意把它去掉了之後 各位會覺得JavaScript很難嗎 會有一點難 但是基礎語法那邊你還會覺得很難嗎 也就是說我們在講if 講for 講while 講function 在講到adject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有很難嗎 你學其他的程式語言很可能比這個還難得多 待會我們教c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OK 所以JavaScript其實並不那麼難 但是很亂 好 那我們在大意上先這樣子入手 入手之後雖然沒有辦法完全全面性的把JavaScript講完 但是夠用就好 很多層次語言其實就是夠用就好 我的感覺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不行啊 你一定要全部都知道 不能夠用就好 可是 對於每一個人個性不太一樣 我是屬於夠用就好那一型 那有些人是屬於 我一定要全部都知道那一型 不太一樣 我們採用node JS的原因 也正是因為這樣 你要讓它夠用就好 要讓它簡單 那你一開始還是寫命令列的程式 就不會一開始就跑出html 跑出css 讓你覺得這是什麼東西我看不懂 然後就掛在那裡 所以我們一開始不是寫 1加到10之類的那種東西嗎 那種直接在命令列裡面就執行的 你不會看到html 你不會看到css 不會看到dom 那這樣子學習門檻就會降低 然後呢 我們透過node.js這個平台 降低了學習門檻 讓它單純化 甚至還可以學會語言之後 就可以開始加入一些html和css 讓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較豐富的內容 而不會像c緣 如果你學c緣 第一學期學c緣 你會發現我只能夠印 只能夠印字 其他都不能做 當然程式都可以寫 但是最後的結果只能夠用印的方式表示 而且是印在黑黑的那個螢幕上 輸出一行一行的字 就這樣 那你會覺得很無趣 我們希望讓它更有趣一點 所以當你學會語言之後 我們帶入瀏覽器 所以上學期我們有寫過哪些程式 我們在命令列已經有寫過翻譯了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帶入了瀏覽器裡面之後 我們寫過什麼 小時鐘啊 我們還寫過什麼 留言板 我甚至有寫那個 五指旗之類的 還有 還有什麼程式啊 我都忘了 倒數計時器 倒數計時器 後來其實有幾堂課我比較快的帶過 可能各位沒有完全去寫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用途很多 那幾堂課我講的什麼 Canvas 有印象嗎 繪圖版 你可以畫圖 你可以貼圖 你可以畫矩形方形 甚至你可以做遊戲 對吧 還可以做表格有沒有 然後統計圖 然後呢 還可以做 做 就是 後來接到遊戲 然後呢 最後最後最後 我有個印象是 最後還有個東西 我突然忘記是怎麼 那 後面那段其實是很多的 我是很快把它帶過 那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讓 各位不會一開始就覺得很無聊 但是 各位要小心一點 哪一點 就是 你 學了那些花招之後 除非你基礎程式能力已經非常強 否則的話 你寫得出五指旗的 對下程式嗎 你要寫俗讀的時候 你有辦法很完整的寫出來嗎 你要寫你期末作業的時候 你那些 流程邏輯 其實也只不過是 if for 方式而已 你有辦法很順利的寫出來嗎 如果沒有 那 通常代表的是 你基礎程式設計能力還沒有練得夠好 那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我上學期沒有指定紙本課本 所以很多人都沒有紙本課本 那沒有照著練習 沒有把基礎能力學得更好 這對各位接下來會是一個致命傷 所以 其實一年級的重點 不是去學 HTML 不是去學CSS 不是為了要學那些花招 而是把程式設計非常老老實實的學好 所以 當初他們用C元 教你只能印一些東西 那是有道理的 那就是在練基礎 可是問題是 大家會覺得無聊 那 你覺得無聊你學不下去 結果有道理也變沒道理 很少人可以蹲馬步一直蹲 一直蹲 然後就說OK 就一直蹲馬步 那這是練什麼 練腿力 練你的扎實的功夫 但是那個扎實的功夫很無聊 所以我們採用了另外一條路 但是 當你寫不出來的時候 你就得知道 原來我的基礎不夠好 我得要把基礎再學好 所以這學期的C 我會指定紙本書 我建議各位最好買 但是如果你決定 我暫時先不要學C 我學JavaSquid 那 你最好買一本JavaSquid的紙本書 上課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手上都有自己所選的語言的書 你這樣子才有辦法學得夠好 OK嗎 好 所以我們當時採用這樣子的入手方式 JavaSquid學會了 就可以開始操作瀏覽器 操作網頁 做互動網頁 不會寫很久還只能一堆字 那你的基礎會不夠 其實你如果很快的跑去寫網頁那一段 你就會發現我的基礎其實是很不夠 那這時候你就 應該 重複的回去再練習那些基礎的東西 那有一個東西可以幫助各位練習基礎 不過在JavaSquid這個語言上面 沒有 所以我們上學期沒有告訴各位這件事情 但是在C語言上面就有 有一個考試 我們系上每三個月都會舉辦一次 叫CPE 這是一個全國性的程式能力檢定認證 這學期 對於選擇C的同學 我的建議是 你就去考CPE 他通常一次考試 好像有最多七題的樣子 可是 通常你只要能夠做出三題 就算是高手 OK 你只要能夠做出三題 你的程式設計基礎能力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沒有去考過 但是我們系上去年畢業的環健庭同學 他也只做到三題而已 他的程式能力我是認證過的 所以 你只要能夠考到三題 我絕對認可你 其實一開始我們不要求那麼多 你只要寫得出任何一題 我就讓你通過 其中你寫出一題 其末你寫出第二題 這個第二題呢 不一定要是同一次考試 比如說你其中寫出一題 其末再寫出一題 兩次考試各一題 OK 沒問題 你其中寫出一題 其末寫出兩題 或是其中一題都沒寫出來 其末寫出兩題 反正加起來有兩題就可以 OK嗎 你透過那種練習練習的方式 考試的練習方式 你可以把基礎能力打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他的考題幾乎都是英文 那是我同學謝一平他們在弄的 所以他們都用英文考題 我看的有點傻眼 OK 不管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不走這條路 你不考CPE 你覺得英文太難了 我沒辦法考CPE的話 沒關係 我出題給你考 你可以考出 及格的分數 既然是自己出題 那就不限於C JavaScript也可以 你可以自由採用語言 你想用Python 你想用Ruby 你想用C sharp 你想用Java 隨便 你可以自選 原則上如果你用Lisp 我是看不太懂 你用Prologue 我看得懂 但是我會覺得很怪 如果你用Hesco的話 我是沒學過 OK 但程式語言太多種了 我不可能每一個都會 所以第二學期我們引路C語言 一個目的是 複習程式的基礎語法 除了這個目的以外 還有一個好處 讓你能夠理解另一種語言的思維模式 這點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只學過一種語言 你知道有一個假說 在人工智慧上面有一個假說 叫Shapier-Wolf Hypothesis 夏皮爾-Wolf假說 這個假說是什麼 語言決定了你的智商 你所使用的語言 決定了你會 能夠學會什麼 這很怪對不對 為什麼語言會決定了你能夠學會什麼 可是你想一想 如果我連描述那個東西 都沒有辦法描述的話 我還可以學會它嗎 所以艾斯基摩人 他們對白色有12個字可以描述 他們有12種白色 每一個白色我們看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他們有12種白色的字 為什麼 因為它處在冰天雪地裡面 稍微差一點點 都差很多 所以語言有時候會決定了你的思維模式 你沒有看過另外一種語言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理解 我以為程式語言只能這樣行 事實上不是 好 但是你也不要學太多 你學了很多語言 我說我同時又要學JavaSquid 又學C 然後又學 又學Ruby 又學Java 又學CShot 你就死定了 所以你只能夠選一種主力語言 等到你主力語言已經非常熟了 你可以再學其他語言 所以我們正學期引入C語言 不代表每個人都一定要強制學C語言 你可以繼續JavaSquid 你可以不要學C 你就直接一直用JavaSquid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如果你選擇JavaSquid的話 那你就可以 往網站前後端的技術 整個連結起來一起走 如果你還有更多時間的話 你甚至可以進入視窗和手機領域 寫Cotova 甚至寫Unity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遊戲 沒問題 那JavaSquid的這條道路 可以快速的通往的應用領域 我所知道的至少有這些 前端 網頁 後端 網站 手機 OnGap Cotova 視窗 QT QML 遊戲 Unity 你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玩 但是 我只會去教前端和網站 我不會去教手機 但是這個李希杰老師 會有課教 那 QT 和遊戲 原則上 視窗程式這一個課 在各位課表裡面是有 只是我現在已經不教 之前是我教的 我用C Sharp再教 但是我現在課程太多了 我把那個放掉 那 如果到時候開課的老師 譬如說他很可能是趙宇祥老師開 之類的 那如果到時候他用C Sharp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跟他討論 然後 如果你真的想要學QT QML的話 不想學C Sharp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跟他討論說 老師出的作業 我都敢用QML寫 有不可以 那我相信應該他會同意 OK 那甚至現在 微軟的工具也開始一直往 一直往JavaScript移動 或TypeScript移動 所以Vidual Studio裡面很可能會納入 JavaScript和TypeScript 那等到你要學的時候 或許已經 這個平台都已經完備 你也可以那樣學 那 接下來遊戲程式呢 這門課其實 我曾經開過一次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不玩遊戲的人 教不好遊戲 我兒子都比我會寫遊戲 他用那個光暈戰記就可以寫遊戲 但是你不玩遊戲 你就是不會寫 就是寫不好 那趙以翔老師好像也開過 但是我發現他好像有跟我同樣的情況 他也不太玩遊戲 所以他比較有玩 但是他現在幾乎都沒在玩 所以他大概也會覺得他這樣子教很不容易教好 那其實要學遊戲的話 在學校是學不太好的 進入業界找一家遊戲公司 直接去做最快 OK 遊戲又是一個很大的分工領域 有美術的 有城市的 有行銷的 太多了 所以他整個遊戲的工業其實是 你必須在那個環境裡面 才有辦法學得很好 所以這個我建議是 你不用太急 進入遊戲公司去學 是比較快 那如果你選擇C語言的話 有兩門課請你要學好 而且這兩門好像都必修 資料結構還是演算法 這兩門課都是在學 寫程式所需要的思維模式 所以他其實不限於C語言 JavaScript也可以 可是問題是 JavaScript他所提供的 提供的東西太高階了 導致所有的資料結構都已經納進去 那你最後只能學演算法的部分 所以用C你可以把資料結構的部分 也看得很清楚 不像JavaScript他已經提供了太多東西 明明有那個我為什麼要從頭來 就覺得很奇怪 那學好這個思維模式之後 你就可以進入系統軟體 和嵌入式系統的領域 那C語言他是通往系統層的一個捷徑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透過C語言可以學 透過C語言然後用資料結構和演算法 學會程式設計的思維模式之後 你就可以進入系統領域寫作業系統 寫編譯器 這都是一門課 遷入式系統這是好幾門課 一群課 組合語言 組合語言 這也是一門課 這都是系統成技術 像那個二年級的魏里謙 他其實就只想學這個 他不太想學 像上次那個趙老師在教C-Shop的時候 他就一直不想學那個C-Shop 他覺得我就是只要守著C和C++ 我為什麼一定要進入C-Shop 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討論 我說其實我覺得C-Shop是值得學 因為以往的二十年的發展 一直有曾經有 如果說 團體廠商試圖用C或C++ 讓你直接去開發 開發什麼 開發四創程式 結果最後都失敗 都被別人打掛 他有一些致命的缺點 特別是C語言的指標 他會亂指導致 出現很多BUG 所以後來幾乎都開發新的語言在應用程 OK 我就建議他說 其實你看看應用程的語言 你再回過頭來看系統程的語言 你會發現說 原來這個世界是長這個樣子的 不會只偏在一個方向 OK 那些系統程很強的人 其實他們也都看過應用程的東西 也都寫過應用程的東西 並不是他只會那個 所以 有很多東西你不需要偏執 但是你抓住自己的主力語言 把它學好 你再去學別的就快 OK 那走這一條路的好處是 它還可以延伸到硬體層 因為學了組合語言之類的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延伸到數位邏輯計算機結構 這種硬體層的東西 那甚至它可以延伸到硬體描述語言和FPGA 你最後就可以設計自己的硬體 設計自己的電路自己的處理器 這裡所指的電路和處理器是數位電路和數位處理器 但是處理器本來就是數位的 但是再往下延伸呢 就是 各位上學期是不是有上電子電路 沒有 還沒 鄭德老師的課上過了嗎 只有上回機關而已 用電腦畫那個圖 畫電路圖 那個課 你們畫的電路圖 並不是end or not 那種邏輯雜對不對 也有畫end or not邏輯雜 那有沒有畫 有沒有畫電容電阻 那電容電阻那些叫做類比電路 end or not邏輯雜這種東西叫數位電路 雖然這兩個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它兩個的層次是不太一樣 數位電路就是台積電做的那些東西 那類比電路就是電容電阻 雖然這個東西其實也可以做在IC裡面 現在很多都做在IC裡面 但是那個東西你也可以用麵包板去插出來 那用麵包板你插不了很複雜的電路 可是以電子電路而言通常你也不會需要很複雜的電路 電子電路一直在做什麼 放大器啊 光是放大器你就可以做一輩子啊 你知道台灣的放大器做的不太好 所以 會知道那個最貴的音響幾乎都不是台灣做的 最貴音響的關鍵在哪裡 就是你的放大器要設計的夠好 你放大器設計的不好 本來沒有雜訊的被你放大出來通通都是雜訊 那你聽起來就很刺了 你放大器設計的夠好 本來有雜訊的也被你綠掉了 最後出來的東西非常的優美 那個一台就是一百塊跟一百萬的差別 放大器 類比電路 還是很重要 但是那個屬於電子領域了 比較偏電子領域 還好正德老師有可以教喔 但是比較想要這方面修更多課的人 可能要去電子系修 畫那些圖其實還不是重點 你要能夠理解他那些圖的運作原理 然後你要能夠做實驗 你要會用四波器 你要會用麵包板 你要會用善用電錶 你要會去設計自己的電路 這才是那個領域的專長 那到三年級的時候呢 我有兩門課 上下學期各一門 那我會延伸到一些比較困難的領域 那這時候我們會需要很多的數學基礎 那我打算的是 各位從你一二年級學的數學 或許你學好了或許你沒學好 你會學到什麼數學 離散數學啊 線性代數啊 微積分啊 工程數學 工程數學好像氣上不會開 然後還有 還有數值分析啊 之類的 這些數學 然後機率統計 OK 那機率統計應該不會開 因為是我開的 我打算把它併到這邊來 那這時候呢 你學了數學之後呢 我們山上的時候 我們會開一門叫科學計算的課 這門課我會無所不包的把所有的數學納進來 疑散 現代 回積分 機率統計全部納進來 甚至計算理論 OK 納進來之後 你就知道怎麼用電腦 做比較深入的數學運算 這些數學運算可以幫電腦做到什麼事情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在三下的時候 上一門課叫做人工智慧 這門課看起來 就是要用電腦做出跟人一樣強大的系統 當然做不到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盡可能的 讓他做得更好一點 那 這個領域其實很大 所以他分化出來像最近很紅的 機器學習 大數據 還有 什麼 好多 自然語言處理 然後 計算語言學 神經網路 邏輯推論 專家系統 通通都是人工智慧的 次領域 OK 所以我打算在三年級的時候 從科學計算連到人工智慧 讓各位可以走進比較研究領域的路線 所以這一條路就通往研究領域 那先從一門你熟的語言 什麼語言沒關係 只要一門熟就可以 就可以用它來寫 學科學計算的東西 就可以再進一步學人工智慧的東西 人工智慧我這學期會在三年級開 那 禮拜五上 如果你想跳修也歡迎來修 三年級 上三年級的課程 禮拜五上午九點 不是像今天八點 是九點的課 有興趣也可以來聽聽看 你會發現電腦原來可以做很多 看起來好像不那麼容易的事情 好 於是我們整張課程的地圖就會長 像這個樣子 你走JavaScript就是走應用 網頁、網站、手機、視窗、遊戲 你走C語言就是走系統 資料結構、系統程式、演算法、作業系統、編譯器、遷入式系統、組合語言 然後還可以往硬體走 那如果你兩邊都不走 那你還是有其他的路走 系統和應用就不是全部 因為學術界做的既不是系統也不是應用 而是研究 所以如果你打算往學術界走的話 你走科學計算和能工智慧這條路 就可以接到研究領域 好 那這張地圖 未來如果你修我的課的時候 記得拿出來再看一遍 你就可以對這些課有一個清楚的關係 那你會修到的年級大概 時間點大概是一年級程式設計 那一年級也會交到前端的網頁和後端的網站 那三年級的時候這個是李希傑老師的iOS Programming 其實現在改用FoneGap Javascript的教 那二年級的時候你會學到一些比較基礎的程式設計的方法 像資料結構演算法 還有進入系統領域的一個入門專 是系統程式 然後從這邊開始就可以往作業系統編譯器 簽入式系統 組合語言再往硬體 那這是整個至少在我的課程上面的配置情況 那我把其他人的課程也納進來講 讓你清楚他的關係 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四年級你們要選什麼 各位覺得四年級應該選 我的想法是 四年級 什麼都不要選 留給你們 我們什麼都不講 就留給你們 時間留給你們 全部留給你們 為什麼 其實這也是大部分同學的狀況 到了四年級其實大家都不修課 大家都修九學分 因為學校規定最少要修九學分 所以四年級的時候大家都去修那個九學分 很多 然後剩下的時間 目前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打工的打工 找工作的找工作 然後那個 就是 就是考研究所的做 被研究所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樣並不是很好 四年級的時候留給你們 不是讓你去打工 之類的 如果你不是那麼缺錢的話 你不一定要在四年級跑去打工 四年級留給你們的目的是 我剛講過 很多東西 如果你一年級學起來 到了你畢業的時候 它早就已經過時 這四年級留給你們 你在四年級就全力充斥 我要走系統的 我就把C學的滾瓜爛熟 我把嵌入式什麼那些通通都學會 那如果我今天要走應用的 我想走網站的 我就把Jarscript弄熟 把最新的框架那些通通都學好 我出去 找工作絕對不是問題 你不用擔心我競爭不過台大的那些人 當你告訴人家說 哪些網站是我的作品 人家一看就知道 人家一看就知道 我要的是你 不是另外一個 當你告訴他說 Ancule的Js 我非常的爽 或react 我用它來做了什麼樣的網站 這時候你出去 絕對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要進入手機領域 你用phone gap做出了很好的東西 人家馬上就看到你就說 你明天來上班 所以 四年級的時間留給大家 目的是 你已經有足夠的基礎可以自己學 大學要學會的最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自己去學 那有足夠的能力 有足夠的基礎去學其他東西 你已經學會了這些 四年級是留給你衝刺用 你做好你想去哪裡的準備 這才是四年級留給你的目的 天啊 我們已經講了兩堂課了 居然還沒講完 好 所以 你走系統呢 想走系統的 你就 四年級就深入系統層的技術 把它通通都弄好 甚至開始寫專案 寫一個讓人家 一看就覺得 你功力深厚的專案 找工作絕對不是問題 你不能 弄一個專案出來 然後說 OK 沒關係 你不能弄一個專案出來 結果不是自己做的 然後拿去面試 然後人家問你 你說 那個我不太清楚 那就完蛋了 所以 四年級 如果你走系統技術的 請你 很深入的去做 系統層的東西 如果你想走網站技術的 那 你就深入的去學 補一些你在一年級 二年級三年級的時候 還沒有學過的 那些比較新的框架 和技術 比較深入的去 學他做作品 你去應徵的時候 把你的作品拿出來 不要靠學位證書 而是靠你的作品 我們在應徵的時候常常 我也當過面試官 我也做過很多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常常 第一個就是要確認 你到底行不行 你到底會不會 我們把一個不會的人找進來 絕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會破壞整個專案 會拖垮整個進度 所以 你如果 要做進公司的準備 你不能讓自己變成 拖垮人家進度的 你要能夠有能力跟上 基礎夠好就有能力跟上 你新的東西學會 就不只有能力跟上 你就可以創造出 比較好的作品 好的專案 好的技術 跟人家合作的時候 你還可以帶領方向 走遊戲的人 就Unity 寫好遊戲 走研究的人 你在三年級的科學計算裡面 會學到 離散數學 記憶統計 工程數學 線性代數 數值分析 大數據 生物資訊這些 甚至計算金融學之類 這些東西我會把它混在一起講 OK 像最近我在看比特幣 有人研究過比特幣嗎 其實比特幣我之前已經研究過一次 但是沒有很徹底了解 這是比較徹底的在研究比特幣 我發現還蠻值得研究的 比特幣現在一塊錢是台幣多少錢 四五百 其實你知道嗎 一萬多 最高的時候是三萬多 所謂掉蠻多是掉了兩萬 現在還是一萬多 OK 但是呢 在比特幣剛出來沒多久的時候 那時候比特幣還不知道怎麼用 有人用了幾千塊的比特幣去買了一片披薩 那是第一筆比特幣的交易 比特幣的發明人中本聰到現在 到底是誰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地球人還是外星人 但是他們手上應該握有不少比特幣 比特幣從來也沒有印出來過 因為它是一種數位電子貨幣 根本就不需要印出來 在網路上流通 就好像你玩遊戲的那個點數一樣 但是它很有可能會是未來我們使用的貨幣形式 好 之後就會進到人工智慧裡面 這是屬於一個比較走研究的路線 那有很多路我們沒有想到 其實你還可以走 你可以走金融計算 前一陣子我有看到一個華爾街的大戶 大亨 他開那個公司做對沖基金 但做對沖基金很多人都做沒什麼 但是他是第一個 他是個數學家 他是第一個系統化的 用數學模型加上電腦計算去做對沖基金 他們過去20年來賺了超多錢 裡面是什麼 全部都是程式加數學 他出來的時候穿著讀貨鞋 上電視台接受訪問 你會覺得這個老頭 看起來就好像路邊的阿伯一樣 但是他其實是個數學家 兼對沖基金的公司創辦 好萊塢非常需要這樣的人 不是好萊塢 華爾街 非常需要這樣 你可以去矽谷創業 你可以去好萊塢做動畫 做動畫也需要寫程式 你知道現在動畫最搶手的一種人 是又會寫程式又會做動畫 美術又搶的那種 但是這種人幾乎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人的腦袋有分左右腦 左腦發達的右腦就弱 右腦發達的只有左腦就弱 那就像我們有右撇子和左撇子 你同時兩手都很很強的 很少 但是 如果你同時程式又強 美術又好 那去好萊塢很適合你 做動畫就是需要這種 那你可以發明從來沒有人做得出來的東西 甚至你可以移民火星 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有點科幻 可是其實 美國人真的很有系統的在想要移民火星 而且他們有公司的負責人想要 開公司就是為了要移民火星的 那家公司叫SpaceX 負責人是特斯拉的老闆Elon Musk 上次人家問他說 你一直說要移民火星 你要讓人類可以上火星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法讓人類上火星 火星根本現在氣候環境都不適合住人 他說我們可以對火星丟核彈 讓他氣候變溫暖一點 OK 你可以搞政變推翻政府 你可以創造自己的貨幣主宰世界 當然 這些事情其實都需要用到程式 比特幣就是一個例子 創造自己的貨幣只是還沒有主宰世界而已 這件事情靠你 好 所以 現在沒有人練刀槍了 你練程式設計會比練刀槍有用得多 所以在這個電腦無所不在的世界 程式設計真的就是最強大的武器 OK 你寫程式你可以去矽谷 你可以賺錢 你可以開發比Facebook更好的網站 寫比Airbnb更好的APP 可以設計像火技一樣的自動駕駛車 各位可能不知道火技是誰 我們小時候都會看一個影集 叫做霹靂遊俠里麥克 然後他會開著他的霹靂車 事實上不是他開著霹靂車 是霹靂車載著他 因為那台霹靂車有智慧 他會自己開 你只要告訴他我要到哪裡就可以了 這件事情 看起來很科幻 但是現在已經 變成真實 Google的自動駕駛車已經上路六年了 他早就已經拿到美國的合法駕照 在美國爬爬照六年了 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撞人的事故 但是被撞得不少 為什麼被撞得不少 因為他很有把握自己不會撞到人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保險的方式在開的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在看那個 前面有個紅燈 然後你選擇為什麼 你們騎摩托車的時候 騎摩托車比較沒這個問題 因為煞車很容易煞 比較容易煞 一開汽車的時候 前面有個紅燈 而且我距離紅燈只有五米 這時候我要決定 我到底要不要停下來 通常如果只剩五米我就不停 我就過去 但是如果還有十米以上的話 我就會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只剩五米你要急殺 你一急殺後面就可能撞到你 可是 Google的自動駕駛車似乎就犯了這個問題 他一看到前面五米就殺下來 但他沒有想到後面的人殺不殺得下來 所以常常被撞尾追 所以他應該會去改這樣的模式 他可能會加長那個紅燈的煞車距離 那現在美國人都在做那個回收發射火箭的這件事情 火箭射出去之後 然後原本是整段都丟掉 整台都丟掉了 只剩下那個頭回來 但是呢 那個頭那個整段很貴啊 貴的不得了啊 你把它丟了就是把錢扔到海裡 所以 他們都在回收發射的火箭 為什麼 因為大陸也在發射火箭啊 他們人工成本又便宜 所用的材料又更便宜 你怎麼跟他拚 所以美國人只能夠用智慧來解決這件事情 用腦力來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我發射出去之後 我還可以收回來繼續使用再下一次 這樣我可以省掉90%的成本 這樣 一旦他這個技術成功了 中國大陸怎麼跟他拚 明白 除非他也可以回收 這些技術都是城市設計相關的技術 回收火箭最關鍵的 還是城市設計的技術 所以你可以看到 特斯拉的老闆為什麼開火箭公司 又開特斯拉 然後還開能源公司 那是有道理 因為 這裡面牽涉到的 紅東都是城市 電動車最重要的是什麼 接下來是自動駕駛 一開始是電池的問題 接下來是自動駕駛 那火箭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能讓他回收回來 不會炸掉 你要怎麼讓他停下來 那個控制技術很困難 不只特斯拉 不只那個 Space S 這家公司在做 連亞馬遜也在做 亞馬遜最近在做那個 自動送貨 自動送貨機 他是一家什麼公司 他是一家電子商務公司 人家訂貨之後他要送過去 可是呢 有些地方用飛機比較快 他就用那個小型的自動送貨機 做的方方的 然後呢 可以起降 然後把貨物放在上面 直接把位子訂好 然後在人家的陽台上面 放一個定位器 然後最後他透過衛星導航 飛到那裡之後 直接降在那個定位器上面 這些靠什麼 靠程式 所以如果你金大志工畢業 但是沒有學會程式設計呢 記得不要告訴別人 你是我的學生 不然的話 就代表我沒有盡到責任 不過 你還是可以告訴別人 但是 我希望你真的 學會了之後告訴別人 這樣我們 會覺得更棒 一個不會程式的 資工系畢業生出去 絕對會被別人歧視 他好像一個不會煮菜的廚師 還是小當家 那 這非常不可思議 如果你微積分 線性代數 離散數學 機率統計 物理化學 電子電路都沒學好 但是程式設計能力很強 我們還是覺得你是 資工系的畢業生 還是很夠格當資工系的畢業生 所以請你一定要在 盡可能在這學期趕快 把這門課學會 這樣後面的這些課程 資料結構 演算法 系統分析 資料庫 系統程式 作為系統 遷入式系統 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 這些課程你才有辦法學 所以 學好程式設計 你在資工系才有開頭 你沒有這個開頭 你後面通通都沒辦法學 所以一年級只剩半年 請努力學好 好 OK 終於把這份投影片講完了 好 休息一下 哇 10點17分 休息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